根據《Black Night》房價指數 今年5月份全國房價再創歷史新高 經過季節性調整後 較4月份上漲了0.7% 去年夏天 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貸款的平均利率 在6個月內翻了一倍多 房價除資開始下跌 但自從今年1月份以來 置業需求開始回升 而房屋供應又非常緊張 導致房價再次上漲 有分析人士指出 資業需求回升可能是因為 買家已經習慣了更高的利率 截至今年5月 全國50個最大的樓市中 有一半以上的房價 回到了之前的峰值 或者再創歷史新高 加州的房價去年下跌了10% 但由於房屋庫存下降 當地今年5月份的房價 比4月份上漲1.4% 此外 San Diego 洛杉磯 三藩市 和西雅圖 5月份的房價也都出現上漲 唯一的例外是德克薩斯州的Austin 當地的房屋庫存 繼續高於疫情前的水平 當地房價已經比峰值低13.8% 從全國範圍來看 房源總量依然非常短缺 新房源較去年同期下降約25% 另外在疑守房屋方面 5月份疑守房屋的中位數價格 為$39.6100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